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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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晚安 歡迎來到哲學星期五 我是周可志工嘉義 在勞動節的前夕 可能有些朋友 好不容易盼到一年當中 365天的一個小確幸 可能從Friday Night 就已經有一些計畫 可能延續這個禮拜天 然後到下禮拜一 但是今天我覺得還是很難得 今天我們來討論就是 常常講拼經濟拼經濟 但是拼得這麼辛苦 到底潛到誰的口袋裡面去 是我們今天哲午想要討論的一個主題 但是在請前面的講者 還有我們的主持人 開始跟大家分享跟介紹之前 其實我們哲午有一個傳統 那其實底下好像也蠻多的熟面孔 那可能還是有些新朋友 請問有沒有第一次來到哲午的 OK 新面孔比較多 我覺得也蠻好的 因為其實在不同的主題下 其實大家可能感興趣的議題 是不太相同的 所以才會在這種 應該是喝點小酒啦 然後聽聽音樂的晚上 然後會坐到這邊來 那有些主題可能乍看之下 有一點硬喔 但其實跟我們生活上是相關的 那回到剛剛我們的主題喔 就是既然那麼多新朋友的話 我還是簡單介紹一下 哲午在做些什麼 這群星期五其實是大約四年前 在台北一群朋友 應該算是海龜派嗎 不是那龜派氣功的那個海龜 是留學海外 他覺得很不錯耶 所謂的公共事項 就是大家其實都可以一起來談 不是只有名嘴 不是只有那種意見領袖 或者是說一定要專家學者 因為既然公共 常講公民公民 我們每個人都是公民 任何的決策 其實都跟我們每個人齊齊相關 那只是從我們自己的角度出發 怎麼樣看待 或者是有沒有充分的資訊 甚至有些時候 然後還沒有想得很清楚 我就覺得欸對啊 這東西好像跟我有關 就是一種feel 所以我就來 想要進一步認識 或者是想要找一群 可能也有相同疑惑的人 來去交流交流 開槓桌 所以其實我們在哲午一開 就會在台北的時候 其實就會開啟了 所有的哲學興趣 我們在台北 也是禮拜五晚上 甚至有些時候 就是即便週 或是週 或是週末 也有非哲午的形式 來去進行 那台中我覺得其實也需要這樣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哲午期在台中 也有兩年多的時間 那我們運作的方式 其實是有一群志工 來自各行各業 像我本身是在高中任教 那我們的夥伴裡面有的同學是 有的朋友是社工 或者是工程師等等 非常非常多 那也有很多朋友 其實本身就很關心社會問題 所以我們才會一起在這裡 那既然有緣在此 那應該還是先簡短彼此認識一下 你看我露出這種 你知道嗎 那種不懷好意的笑容 大家瞬間低頭 很好玩 就是不用太有壓力 譬如說 大家好我是嘉義 我在高中任教 所以每次講到年金改革的時候 都會覺得 大家不要再怪我好嗎 我很年輕 那個18%不是我美的 而且呢 我現在繳交的那些費用 好像也快要用不到我身上 因為我距離退休還非常非常遙遠 之類的 所以就是我今天 除了來當志工之外 也可以對今天的主題 開始去找到一些那個連結性 好 所以我們大家那個自我介紹啊 不是這種傳統式的 不用太有壓力 譬如說你是 你是誰 你從哪裡來 或者是你想要跟 今天現場的各位 有進一步的認識 你可以講說 譬如說你是哪個單位 或是哪個團體 那針對今天的主題 也可以做一些進一步的分享說 你今天為什麼會來 是朋友糾團來的 有沒有 看到FB上面打卡 就覺得說 那好像今天會在這邊出現 我就在那邊守株待兔一下這樣 還是 我們也有哲午的場客嘛 就覺得不管講題是什麼 那個每個週末來 然後聽聽別人的看法 想一想 我在這個大的共同體之下 或是在這個群體之下 我的角色是什麼 這樣可以嗎 你看 又同學了 看到後面有朋友 就是很用力點一下頭 謝謝你給我這樣的一個回饋 那等一下我的麥克風就會傳下去 那我把講述稍微調慢一點 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不用有壓力 十秒鐘咻一下 很快就過去了 那也可以讓我們今天在前面的主持 或講者 比較熟知說 大家可能比較關注 可能在這個主題之下 的哪些面向 好不好 OK 那我們就從這邊可以嗎 好 好 好 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基尼大學社工系的 主持人 我是熱語 大家好 我也是基尼社工系的 玉琳 大家好 我是台北的 我是蘇煥台北的 台灣英文堂的 學生 現在的理念 我是台中人 今天來是因為 要帶人家庭來 走 希望你們 可以做會 討論一些 社會議題 好 就是 我也是社會議題 然後想說 什麼 這樣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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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 請 大家好 我是潮陽特大的 保險系的 學生 我也最想要保險 所以不要害怕 然後 我陪我女朋友來 陪我女朋友來 因為 我比較 不關心社會議題 所以他還是會 把我過來 這樣 大家好 我是 台中特大 保險系的 林玉琳 然後 我們今天來這邊 是主要有 這個民主課程 然後 希望我可以 來今天聽一下 對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中特大 的 快智系的 陳真主 也是民主憲分的 課程 然後老師來 就先聽這個 老師是哪位 運指導一下 我忘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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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知道 你知道這樣的反應 讓我突然想說 不行 還是想說生不生 就同學地址一下 老師名字叫什麼 中間都沒有 那個QQ出來 好 這前進到好像 滿多經濟背景 也有社工背景的 OK 那可以做一些 剛不理工很容易的朋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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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 一般超版 我叫你 然後上次 有來聽過 第一場 那這一次的話 我看到講 這是跟年金改革有關係 然後想看 今天能不能遇到 年金改革相關的事情 對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阿倫 那 我們是工程師 然後 一方面是 上網禮拜 我也有聽過 這一次 有公併記 的意見 然後 所有的意見 還有區 所以就想來 靜止再做提現 然後另外一方面 是年金改革的問題 真的才好 對 可以這樣 不好意思 我請問一下 工程師都習慣會爆炸嗎 對 有點問題 對 大部分時候會好 不過 對 還是看自己的選擇 對 所以還是有選擇 不會說就是 沒有沒有的選擇 對 看你要錢多一點 還是錢少一點 對 所以對嘛 就是我們對於生活的想像 就是所謂的拚經濟 你可以選擇拚到什麼樣的程度 好 那這年人是比較付出 整個台灣的環境 對 上海是大部分的功能在 業人比較辛苦 沒有想到說 CP是這麼高 了解 我覺得現在老師也是差不多 現在老師也是 老師也是 可能更好 科業 就是所謂的勞工 皇帝的勞工 其實就是什麼 領人家的薪水 所以其實你現在 面臨到嗎 謝謝老師 大家好 我教室念了 然後 我也是排櫃 排櫃 就回去 然後 休息了 領業之後 都回來了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您的 工藝系的 課課 的環境家長 然後我是 代替我的朋友 過來跟您去 經濟 你的朋友是 我朋友 我們現在有一些人 想要一起改革教育 所以我們就起 我們就是 發起一個團隊 叫17U 然後現在首輩接到17U 17U 17U 因為我們平均年齡17歲 這樣 然後我想說 就是可以 多 知道圍牆外的事情 這樣 可以就 因為有的陪女朋友 去跑恐測 然後什麼的陰水 就先過來這樣 就去其他些棒棒散光 對不對 所以今天就是一個 重要那個 對 高二 高二 非常高 對 譬如說我們本資專業 目前可以繼續對付 因為剛開始 大概一個月 就是才剛開始訂好計畫 然後再做詳細更換講 然後為了方向 像剛剛有辦 分享會合到講座 然後會從我們認識 人脈開始 大家來做講師 這樣 然後因為前陣子 你找那個 工具咖啡的老闆導單 如果一些 訊息分話都做這個地方 我就想說 上禮拜有要來 不過沒時間 這禮拜就來了這樣 我們每禮拜都有 所以歡迎常常常辦 然後去飛機跟要考試的 下禮拜可以再Q到來 你會排隊的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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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下一次會 大家一起 再講 各位大家好 好 對我先找找瑞 也是路過 是有去找朋友 希望他在 那我就 不經算不 太陽很好奇 看你們的農產 就變成那個網路牌 然後也是 公公媽媽媽 所以會 然後一看她 會看經濟 就好奇上來了 謝謝 歡迎 總共任何不要錯過 那也歡迎 來我們哲午聽講座的朋友們 來一起討論的朋友們 其實想想這個空間也非常的棒 如果你進來的話 你會看到裡面很大的書槍 那可能這些書 或許你平常 我們在書局的排行榜上面 不是那麼直接可以touch的到 但是它的書籍其實 有些時候也都很責務 在排行榜局的方向 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就是 可能 結束或是 你應該早來的話 也歡迎大家可以在樓下 可能點杯咖啡 或點個飲料 或者是你看一下書架上面 有哪些訊息 下面有一些 這個公告或海報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遊覽看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 很棒的空間 他也有一些課程 在下面那個 霸台區後方的黑卵巷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那我這次見面有幾個 不好意思 你剛才已經拿好 Standby 我沒有看到 那你可以多講心想中 大家好 我是來自靜宜大學 社工系的Demotion 他剛剛怎麼沒有認識過來 好 我不熟 而且也覺得不一條 小 好 對 然後呢 買了 欸 靜宜社工是不是最近 因為剛才可以講到農產品 我不曉得是不是 依西坊博好像有聽說 你們也在幫 原位大帝 附落 附落的原住民族 所以有點 也是一個事情 在以前也是 我們講說 也是一種範圍當中 那一種 靈經濟的形式 對不對 你是在做類似像 有點像是來幫助他們 一些 嗯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就是 有幫助他們一起協助賣菜 協助賣菜 對 會幫他們 就是學校有個空間 讓他們可以競賽來賣 欸很棒 你去再重提一下 你剛剛那個名稱叫做 喔 它是原味炸地 我們有粉軟 喔 原是那個原本的原 味是味道的味 然後炸地就是 好 好 謝謝 好 好 那旁邊的 嗯 朋友 閃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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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 當兵嗎 對 好 本身是職業軍人 喔 本身是職業軍人 OK 欸 軍人 我不曉得 因為我知道學校教官好像 官職體系當中的那個 年金的部分好像是最緊急的 目前嘛 我不知道的一些資料 但是我沒有很詳細研究 嗯 所以可能今天主題也可以從 誰人所在的位置 是什麼角度 可以多一些 可以多一些 可以有關心 那你不要再多講一點 除了今天休息之外 除了今天休息之外 休了休假 然後 沒有 他剛好過來聽喔 我比較過來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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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雅婷 然後我是第一次來這個職務的活動 那之前就是來過想想的也覺得這個空間很舒服 然後就開始發現我們是專業 然後就發現有這個活動 那這個議題我覺得有一點點硬 就是單看有一點點硬 但是 就想了一下就是身邊的朋友 就是可能是年紀下面的受益者 那有一些是年紀下面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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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覺得可能是損失著 那 好像大家對這個東西 雖然有想法 但是討論不是很清楚 然後今天正好就有個機會可以來 多了解 是是 是 是 連是318的時候那個 胡茂跟兩周年都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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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其實 呃 最近蠻流行來談所謂的轉型爭議 但是轉型爭議 除了轉型爭議 所謂的那個 呃 可能分配正義啊 還是一些 呃 世代正義這些東西啊 就是說 如何建構在這個公平經濟的新來度 那 這樣子的想像是 呃 呃 不曉得是 在未來就是 台灣 在10年 如果有一個說法 台灣10年內會破產 那 是不是在這個說法 是有可能這個 台灣破產 齁 那之後整個經濟重新 從 重整之後 才會比較有可能 達到所謂的公平經濟的這個新來度 所以今天想來 呃 了解一下 謝謝 哇 驚人喔 那個所謂的破產是整個 還是指年金制度 還是指顧稅 齁 然後是砍掉重練的意思嗎 好 這個我們也可以進步去思考一下 這個時間點我還沒有細想過 那那邊朋友請 大家好 我是小菊 台中的 我還不知道今天影片就是 就是剛參加一場就是 在 呃 農田水運會的公平會在秀所 然後就是這一場公平會的時候 或者是下個是覺得說 公平的參與真的很重要 就是 就是他有修法 還有就是 了解 那個 法律能力 其實邁入 跟社會的結構的關係 所謂的問題 這樣 還有一堆 就是在 努力的長分 就是他們 不想要把 地址公益 留給下禮拜 吧 好 OK 謝謝 那旁邊朋友 都給我們介紹一下 大家都想 我來做中華 那 像 農業工作者 謝謝 對啊 你們知道不知道現在是不是有些空間 或是活動 你是 等一下就不起 我不曉得我這樣認了 你不要認錯 這樣好像刻意要搭訕了 還沒有 你是外國基金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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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有東西要介紹嗎 OK 那我們就請後面的朋友來 給我介紹一下 後面的朋友 後面的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三萬一 我是四萬一 我是四萬一 我是三萬一 我是六百五 六百七百 你今天這個問題 不要說 其實 可能也可能不 其實我 我 我不是 我 我 是一奧 我們台灣 你今天這個 是 見面這個 我們正的 這個 這二金 在我看起來 是 你家裡沒有辦法 或是 十分不辦法 的 差別所 我今天 今天有說 我沒有來聽話 我們 這 我們二金 我們 應該想 早上 接受的時候 我是台灣志願的 我也知道 我會說 台灣志願 我們去 警察 那 我 謝謝 好 是 剛剛上次 沒有辦法進行班 我覺得 我的台語 要再多加加強一下 好 那 開場朋友 又有自我介紹一下 那 在進入主題之前 因為好像正在開檔 所以我再稍微串一下場 就是開場主持 的一個小小的功用 雖然今天講年紀 或是講富稅 或是講勞動權 可能這邊都有涉及到 不過可能也讀到一些文章 就是 人家可能不是砍掉重獵人 不過可以先看看別人 好像芬蘭 芬蘭他們現在在討論一個東西 叫做 基本工資 就是你不見得要去工作 但是你可能會縮減一些社會不利的狀況底下 讓 因為現在很流行機器人 無人駕駛 所以我們已經發展到另外一種經濟型態的過程當中裡面 是不是有機會讓大家 在不用擔心基礎生活的狀況底下 然後來去做一些開創性的事物 是不是我們的想像當中裡面 就只有 以延續之前的那個年金的形式 或者說要想怎麼去改 這個已經好像已經有蠻多問題的部分 還是說其實 我跟剛剛朋友所講的 是有一個期限 那個期限不是要拿來下鼓大家 而是說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想像跟可能性 去試試看有沒有一些制定新規則的方向 我覺得其實 在這樣的一個場域當中裡面 我不要去怕 那個講的那個東西 能不能夠實現到什麼樣的程度 或者是擔心自己到底是不是專家 或者是 在敘述的過程當中裡面 有些想法可能還在腦筋一邊轉 就像我現在這樣子 那 就覺得說好像還不夠成熟 就不想講出來 我覺得其實 既然講新經濟 反倒 更應該就是 把一些很難的 就是聽 聽的過程當中裡面 也把這些 把這些東西 在後面的QA 能夠拉出來一起做討論 好 那剛剛有人Q我說 本來這樣講一下 然後講太多 那我們還是把今天的時間 交給大家仔細